你好,最近網上有很多關於氣功的鐵文 氣功不是老人家練的嗎? 年輕子女喜歡練氣功嗎? 在過去,那些人都是在年輕健康的時候就開始練習氣功 現代人都掛著賺錢,在賺錢的同時犧牲了自己的健康 然後當他們老了,虛弱了,病了的時候,他們就花錢醫病,奢望可以買回健康 大家想想,什麼時候最適合買保險?當你年輕健康的時候,還是當你年老體虛的時候? 再說,保險正在經濟上幫到你,它幫不到你恢復健康家 氣功可以啟動身體的治癒能力,是一種積極的健康保險 有了這個健康保險,希望我們都不用我們的經濟保險 你想要啟動身體的治癒能力嗎? 參加我們的和氣入門課程以了解多些 Monday Monday Wednesday Monday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